自名收藏家兼藝術顧問公司 康式創辦人鄭志文 第二年與香港文華東方酒店合作 推出名為Go East的藝術品展覽 更加聯同出生於俄羅斯的藝術家 君士坦丁打造藝術餐廳和特色餐牌 限時在今月17日至31日推出 16日當晚的VIP場 就率先邀請了多位各界名人先祖為快 當中包括卡地亞中國代理 兼保良局副主席陳正恩 有澳門大亨之稱的洪永氏 金牙大壯青紅契仔 毛逆名等主人家聖哲文 向我們介紹他的展覽 因為我們稱之為Go East 因為我所說的 由俄羅斯去中國 不是只要一個藝術家 這就是一個藝術家 就是一個集合中的新集合作 新集合作的新集合作 Constantin Desmertni 展示了一些雜誌的雜誌 但它是一種私自身的雜誌 你應該知道的一些新闻 文化的藝術的藝術 都被創造了一些藝術的藝術 你曾經知道這些? 那是一個大事件 整個藝術世界是關於雜誌 每一天都在一起 尤其是在很高的藝術 那些藝術的藝術 你能找到在市場上 是很可憐 所以當你花了幾億美金 在写作上 你最好確定 它有所謂的 它有所謂的證明 它是正確的 但是你不可能 知道所有藝術 在世界上 不可能 它是很難的 只要在中國的市場上 或西方的亞洲 我不可能在那裡 我甚至不講中國 不可能 你怎麼知道 你如何找到 原本和你去買 一些藝術的藝術 那是很大的問題 你必須是一個專業 你必須是一種藝術的 我相信 它是很難的 看來這畫面 你曾经遇到这种情况吗? 没有,因为我愿意购买 我经常购买从好媒体 我经常购买直接从艺术 或者我经常购买过 建设计的好传统的盒子 当你去这个地方 在沈尖尖或 Bangkok 如果你看到艺术剪定 我告诉你 最简单的艺术剪定 啊,創作艺术是最简单的 任何一个骑士和小技能可以做 Van Gogh是很简单的 Andy Warhol是很简单的 但当时到最终的Renaissance 或甚至连继续 不,它停止了 不,它是一场面对人们 购买在艺术 因为如果艺术是很简单的 什么特别是这种艺术? 如果之前成为艺术 你必须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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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一学校到一学校 到另一学校 甚至可以接受到学校 去试试 现在 你只需要 照片 我看到有很多人在YouTube上 展示你 有很多人 展示你 你有沒有親手自己做到這類似的事 沒有 因為我們做不到這個效果 這些是一些經過很多年訓練的藝術師傅 是屬於一個很高的工藝 和一個藝術之間的一個花園 你也是做開明牌 是呀 哈利亞這麼多年 你對藝術品的觀賞是否有自己的獨特的看法 因為抽象名畫不是我太過認識的 但我對很多歷史上的名畫 或者歐洲很多文化復興 那方面的名畫比較看得多些 為什麼呢 因為和很多現在的歐洲品牌 是有一些關係 或者是有一些他們的設計的來源 思想都是由這一方面而來 他還說因為磁器二歲的關係 不敢將他們搬來搬去 所以通常都是將他們留在購買的原地收藏 所以未能夠組織一個地方作展覽 因為我有些磁器版畫都挺重的 有些是幾十公斤 包裝過之後 我又不敢整天去搬動 而且都是怕會打架